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來到優先收視Talk 除了我之外 我看到畫面上有個公仔挺有趣的 我的燈弄出來 沒錯 那個就是我了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又鋒演做節目 幸好有我們台柱Yumi在這裡撐著場 所以太重要了 撐著吧 希望撐得起屎才是 很明顯你已經撐起了 咦? 全升了? 你的撐起左的意思 這個左字很關鍵 今天都叫了升 接近四百點 不是叫撐起左 那是叫什麼呢? 都左的 但是當然成交就差點 剛才我們咪前也說到 不過好像的板塊都幾全面 是啊 我就這樣看 就是藍籌股方面 其實今早上就是升 那些本地的地產股 內房股也會上升 還有一些油股 油股也會上升 但是到下午的時候 有些比較殘 瑞星科技也會上升 到收市也會上升 半成的 而收市那一刻 最好的幾隻藍籌股 還有新州國際 升半成 還有一些藥股 藥股就這樣看 很多範疇 都很全面的 什麼傳統的藥股 但是除了疫苗之外 其他那些醫美 是啊 我就想講 我想有objection 就是我那些 之前講的那些疫苗股 當然之前的升了 一直都升了很久 疫市升了很久 但是今天就要會了 是啊 但是有這麼說 如果是這樣 有些資金 你當它是回了 走出來 賣回這些 可不可以 或者Yumi你 普遍 你做這麼多節目的嘉賓 會不會都覺得 好像是比較健康呢 這個性身 是的 那疫苗那些先休息一下 因為還沒數完 太多東西要升 太多了 內房其實很 內房 教育股 你都說得對 內房 很久沒有見過這樣的升勢 就是物館股份升上來 資源類 特別是一些鋼鐵 都是一些政策上的東西 都要分享一下 這麼全面的時候 但是成交這麼少 我就本身假期會比較重 明天放假 但是John 你怎麼看呢 因為我看了 如果拉長一點 你不要只看 今天差不多400點的升幅 拉長一點 可能又是走來走去 又是這個範圍而已 如果你說指數來說 我暫時都是這樣去判斷 似乎它都是咬住 暫時會不會 我都很question 就是會不會 這麼巧呢 就是這麼多大機構去撐 你的京東物流 那市也稍為做好一點 一段時間呢 那我自己都維持 比較深深的態度 對於現在的市場 你問我 會不會是京東物流 可能支援股之後 那市又會剩下來 或者迴回一點 我自己就覺得都不奇怪 如果用來這個邏輯 其實可以 就捉到它上市 那短的時間 就是起碼上市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做得好看點 如果用這個邏輯去推論 其實只要它 應求完之後 其實就 就已經是叫做 就是收了票了 所以就 好像又沒有那個必要這樣 那當然這個只不過是一個猜測 是 那我見呢 即我這堆 就純粹是 就是自在參與 現金抽 但其實孖展的反應 非常之好 如果是昨天第一天的時候 都過千億元 那我相當於 超額應夠 過百倍的 你們那個孖展的情況 是怎樣的 反應都正面的 因為我們譬如都有十倍 以及二十倍的孖展 就是夠成本 那第一天 的確熱情是比較高 不過呢 如果你看回第二天 我自己今早都以為 會有多些人跟進 因為炒起了整 一百四十倍 第一天孖展的超額應求 但是呢 我剛才看一看的話 應該是截至四點 根據那些資訊來講 就應該只不過是孖展 應求的部分 就超額一百六十倍都不到 所以 第二天都不算很熱烈 第二天 是的 第二天跟進的資金 和這個投資者 真的就不是太多了 不過我真的這麼說 京東物流 我們都花一點點時間 在這裏講一講 好 它就 本身這隻股呢 就 剛才跟Yumi都談過了 就 物流股 或者大陸的 這些速遞股份 就不是說十分之獨特 或者特別 很有一個想像空間的板塊 就是不同的 新經濟股或者約股 但是呢 而且京東物流呢 就是長年都是蝕錢的 是的 但是 盛在什麼呢 真的呢 資金是比較追捧 暫時都叫 這一期來講呢 雖然超不夠八六倍 如果這樣估計呢 買單可能就超二百幾三百倍左右 估計 公開營購部分 那它國會的話呢 昨天就 全都已經是很快獲得足馬了 嗯 那它的Coinstone呢 也都有四成幾五成 這樣是比較帥仔的 是 再加上前期投資者啊 全部都是顆顆巨星的話呢 我自己覺得抽得過 那我今天都要入床股了 但是 你說 會 就是 這一刻呢 真是純粹薄去抽新股這一刻 就是 之後會不會保持得到價 或者是 有得大升呢 我自己就 就是比較有保留的 嗯 OK 好 那這個就是策略上的部署了 那因為轉身要快 講起這些半新股又或者 還有一隻Rissy 最近還沒上市一隻的 2191 就是盛風防託的 因為見有觀眾 問的 鄭楠呢 就說 有什麼看法 其實呢 他第一天上市在失望 就是因為那個 失望啊 失望啊 要虧錢嘛 嗯 是啊 其實今天呢 特別是美市那裡 突然間成交急增 最終就 生市上升是 約7%的 有什麼看法呢 但是今天OK啊 嗯 是啊 升回了上來 其實就 我自己覺得 他的定價呢 是中性的 就是不算太便宜 也不算太貴 那 和他的同業基本上 是同一個水平 在定價上面 那所以 你說大跌呢 始終這些都是 相對穩陣的東西 防堡這類 我覺得就 不會太大跌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大升呢 那都 好像會炒這些 那 如果本地 我 都是強烈推薦 去坐 你那個823 我知道你都有持有 但是如果你說 順風防堡 他在沒有什麼特別壞 消息的情況之下 可能對比起招股價 跌了接近10% 那我又覺得 是值得罵點 嗯 嗯 就是馬尼修息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看到坊間都有人討論 就是將他和823做個比較 就是可能那個的 息率 有機會是贏了 823少少 嗯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那當然都要看他 就是那個 上了市之後 啦 穩不穩定啦 這次用823的 trend record 就比較長一些 這個時間 但是 overall來講 我覺得順風防堡 不是一種太差的東西 那所以 都是那句 如果你說大幅拋手的話 其實可能是 做就一個長線買入的機會 嗯 那剛才不是提到 今天其實升那些股份呢 或者板塊都幾全面下 你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心水 就是除了說 新股之外 有沒有什麼心水 都覺得是值得之後 會跟進一下 其實 其實深水呢 可能就要看一下 那我真的有一隻的 就是中二棟 那中二棟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他有消息 就是說 接下來又再衝勁 他就是 會有機會上A股 始終中二棟呢 如果他可以上A股的話 就是 在少數藍籌當中 有些東西可以炒一下 所以 而且他現在說真的 就是那個息率 都有 就佔近百分之六 所以百分之 如果我看回報價 就可能是 有百分之六點幾的 很息率 那所以呢 真的 真的 再上一點點 跌出百分之六 就是價值再上升多些 我覺得 都一點都不過分 所以 這隻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 不過看看他那個 那個 開價是怎樣 暫時呢 看他回A相關的消息 在上海的主板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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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A股的差價上面的問題 之前又有一些 回A那裏 那些概念 前居可鑑 可能 頭一陣 就是內地的投資 就比較衷於 在A股的 就是假設 就是成功 A股上市的 中移動多些 對於A股這裏 可能有少少震盪 會不會 震盪 就是小不免 所以Yumi 都看得對的 就是要看看他最後 各個開家和估值 現在A股保證實說 氣氛不是說十分好的 但是就 看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又比較正面一點點 如果你說大男手大板塊的話 因為我始終覺得 你說ATMXJ 除了我自己 還有拿著一點點的巴巴之外 我覺得 譬如移團這些都真的 是比較 估值是高的 不是說它馬上會跌 但是估值始終是高 資源股的話 我看如果 通脹繼續升溫 因為昨晚美國的數據都 偏好 不是說十分好 都偏好的 美國 昨晚公佈了兩個 一個是房地產的數據 一個是美聯儲的製造業的數據 都是偏好的 好過我來講 所以我會傾向 真的那個貨幣政策 是有機會收緊的 去到今年那個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資源股 始終有個危機 有危險性在 可能是三五百 因為今天 所以是升百分之二 另外 金礦 或者是紫金 它有金 有銅 其實升幅 今天相對來講 是相對保守一點的 因為它們始終是跟國際的資源價格的敏感度高一點 但另外想提一下鋼鐵的股份 例如馬鋼和鞍鋼都升了在介乎百分之四 和超過半成 特別另外一隻 瘋了那隻 重慶鋼鐵1053 都升了一成二的 其實它們可能看內地的政策 還有羅文鋼的期貨比較多些 還有鐵礦那方面會是怎樣呢 鐵礦石 見最新內地發覺那一位 要密集釋出一些政策 希望是加大陷探鐵礦等等 相關資源的陷探的力度 因為如果鋼、馬鋼這些 可能是受惠的 我見因為三隻都很像形態上 是不是都可以看回前頂 就是這樣說 你說的消息就是 法蓋偉18號公佈 就是吳月芬的發佈會 就講到關於鐵礦石的供給保障的問題 就希望加大國內的堪探 還有在國際方面 亦都是希望鼓勵企業積極去開發 境外的鐵礦石資源 走勢上的確今天 我覺得很重要是因為這個消息 是炒起了 因為加大去過嵌探 炒起了一些鋼鐵股的 但是我自己根據 我聽一些相關的 這個雄業的人的一些評論就是 似乎國內的鐵礦石的質素 都是不太適用 都是比較差一點 最美最好用的可能都是要專注在巴西 和澳洲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會不會可以這麼受惠毒呢 這些我們安國馬鋼重鋼 這個小小保留 當然今天資金炒的 或者就是之前其實高位回了一些 都已經 所以就有小小的反彈都不出奇 因為始終譬如我們最經常講的三四七 高位6.26元回到之前的低位 其實是講的是它是剛剛協中保力加通道的 大概是五元左右的低位 其實都跌了十幾個percent的 所以就是說現在反彈了一些 可能在高位加通道的中族大概五個半左右 其實應該就會有初步的阻力了 也是在之前的反彈區間 如果沒有辦法再反彈上去的話 我自己覺得再往下沉底的機會就大一點 中族就是我們在畫面上 我都弄了出來 就是黃色那條線 五個半的附近位置 還有很少時間 如果講政策面的教育股份都是提效的 都幾多消息出來的 前幾天才真正衝勁文辦教育的速用法 真正的實施 當中是鼓勵一些金融的機構 支持相關文辦的教育 然後今天就有一個重磅一點的 就是十四五規劃 接下來都會對一些高等教育 職業教育這些 有相當大的力度去扶持 所以其實相關的股份 例如839、宗教 都可以做得比較好一點 但我想會不會三百年中會 都是做相關的職業教育等等 所以是不是都可以追回落後 反而今天聲勢就沒有那麼大的 嗯 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自己就沒有吸引太多的 老實 但是 對於你來說是冷悶一點 嗯 就是這樣說 現在最近又拿回一些政策的刺激 但是 是不是這麼對口呢 我自己覺得都是要太多 我只不過是 我 我心裡面認為 就是 現在有些辦法掃上來 暫時我判定就是 不是 市民就很狠跌下去 嗯 那再有少許反彈 但是 長期的 當然譬如教育這個 我看它是不斷破頂的 是啊 是啊 所以 暫時我都會 仍然維持 它是一個強勢的判定 但是 你說它 是不是很有 這個政策的支持 真的要研究一下 我自己只有一本本 Yumi 你會不會有什麼 特別的 觀察 嗯 之前就說 擔心一些監管 其實避開K12 幼兒教育那些 就相對OK 鋼頂呢 還有愉華教育 6169 但是如果看那些高教 那反而就可以留意 就是那批 例如是2051 還有就是新高教 還有就是839 中匯這些都是做一些 高等教育或職業教等等的 我都見有觀眾呢 就是 就是提到那個 就是我們華盛通的版面上面的技術問題 就是它有些意見 我們都會 參考一下 我們就 一個 一個提供的意見 給小編去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電腦版的方面 我不可以是電腦版 加上買賣 加上手機 都說 好啊好啊 多謝政男的提供 多謝你的意見 是啊 我們反映一下 時間又好像差不多 是啊 希望過完假回來 繼續向好 那個市貨 是啊 我也要澄澄化 昨天早上說了星期三 我們早上有節目 星期三早上是放假的 雙部節目的 所以 放假之後呢 都是繼續我和Yumi的直播 在華盛政權的頻道 多謝大家先 多謝Yumi 好 多謝阿Joe 放完假回來再見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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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